孩子们放暑假了 今天做一个他们都爱吃的炸鸡排 颜色金黄金黄的 口感外酥里软 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些是刚从超市里买回来的鸡胸肉 3块鸡胸肉总共花了8块多钱 把肉洗干净后直接从中间片开 一分为二 这个鸡脯肉是鸡身上最细嫩的部位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然后用刀的刀背在肉上面这样剁一剁 把肉剁松散一些 这样会更加容易入味 处理好的鸡胸肉放入盆里面 往盆里加入切好的葱姜蒜和洋葱丝 加入盐调味 加入黑胡椒粉 再加入生抽 加点料酒去腥味 然后直接用手抓碗均匀 用手抓匀后放冰箱里面冷藏腌一个小时左右 会更加的入味 这会儿鸡胸肉腌好了 这些呢是提前准备的玉米淀粉 鸡蛋液和面包糠 然后分别将鸡胸肉放进淀粉的盘里面 上下两面都裹满淀粉后 再继续放进鸡蛋液的盘里面 沾满蛋液后 然后放进面包糠盘里面 上下两面都均匀的沾满面包糠 下来准备炸鸡排 往锅里倒入多一些的油 油热后转中小火 把裹好面包糠的鸡排放进油锅里面炸 鸡排刚放进油锅的时候呢 先不要翻动 等鸡排炸至定型飘起来后 再勤翻面 一直炸到金黄酥脆的时候 就可以控油捞出锅了 继续把剩余的鸡排放进去炸 现在鸡排炸好了 颜色金黄金黄的 看着都香 然后把鸡排全部切成条 装入盘里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咱们这个炸鸡排就做好了 金黄酥脆,口感外酥里软 味道一点都不比外面卖的差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吃着开心吗 过不上回家,是不是? 喜欢吃吗? 点头 点头 咱们说话 上次做这个转机牌的时候 还是爱良18年 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 那个时候狮子凯还是个小宝宝 现在就是快马上要上一年级了 来,我们有三十分钟 等一下给你一个 免可圆 免可圆 免可圆